唐太宗为何拿不下高构离呢? 相信很多老铁们在网上都看过这样一部韩剧 说在剧情当中被国人夸了一千多年的唐太宗 被韩国人打得屈膝求和 还被人射穿了一只眼睛 而唐太宗征讨高构离呢 也被人认为是一场失败的战争 那历史上的唐太宗真的被高构离打败了吗? 这个说法完全是扯淡 唐太宗虽然没有完全占领高构离 但这并不代表说大唐被人家打败了 要了解这场战争 我们就要先知道当时的情况 公元645年 当时的大唐和高构离都不稳定 唐朝这边老李就内部出了麻烦 先是黄武子李右和老爹李世民翻脸 李世民刚解决完这个逆子 太子李成贤也起来作妖 还牵连出了李元昌侯君吉等人 可以说唐太宗心里是非常憋屈的 而另一头呢高构离也一样 当年隋阳帝追着高构离打也没有打下来 但是高构离的内部损失也很严重 不得不主动来中原求和 可到了后来 宰相冤盖苏文把自己的老领导给宰了 自己当家 并且出兵进攻大唐的老弟新罗 这下李世民不开心了 派人去找冤盖苏文唠一唠 冤盖苏文呢开始很客气 说我们打新罗 是因为自己的地被他们给占了 现在只是想讨回个公道 按理说这个话说的也没毛病 但大唐的使者没给他面子 说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华的领土 我们大唐都没找你要 你还想跟别人要什么地 完全找打 这下冤盖苏文就不乐意了 说无论如何 坚决不退 李世民这个时候 儿子造反搞得他心情很不好 碰巧高沟黎也不识台去 于是就在公元645年 李世民亲自领兵进攻高沟黎 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分别是野战和工程战 野战当中大唐可以说是完胜 铸臂山之战6万人干翻对方15万 不仅把对方打了个干干净净净 还顺手把来打酱油的墨河军队 三千多人给活埋了 活埋墨河军队的理由也很简单 我是来打高沟黎的 你们墨河人都在长白山一带自己过日子 这个节骨眼上你非得来刷存在感 要是让你们活着回去 那岂不是让人觉得大唐好欺负吗 所以就把他们就都解决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李世民打败了呢 其实唐军的不顺利主要体现在攻城战上 当时的唐太宗让人在安市城东南角堆了个大土堆 好居高临下去打 没想到这个修土堆的人没修好 修到一半土堆就倒了 直接砸烂了高沟黎的城墙 这个如果主帅用兵得当 趁机进攻完全可以拿下对方的城市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 负责埋伏在土山附近的唐军守将 一看山倒了 竟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自己就跑了 导致高沟黎趁机杀了出来 唐军被迫撤回 恰好此刻冬天来了 大家也都听说过东北的冬天有多冷 为了保存实力 唐太宗就下令撤兵 后人之所以觉得李世民打高沟黎失败 不是说因为唐军被人家给打翻了 而是因为一直以来 大唐都是打翻别人 直接占领人家的老窝 唯独高沟黎这一战 没有直接灭掉人家 还出现了一定的伤亡 因此都觉得是失败 这也是因为李世民这一辈子 打仗打得太好 所以后来包括他本人都觉得 这一仗打得不够漂亮 不够爽 可这样的战绩 放到其他王朝 都可以说是一场大胜仗了 如果后来的宋太宗 也能打出这样的水平 他也不至于被后人称为 高粱和车神了